加州禁止入口活田雞、水魚的禁令出現轉機,兩位三報導。 積極向餘烈部爭取重新發出許可證的華裔,李兆祥今天展示,一封著名是餘烈部主管John McCammon 的信件。 內容指,委員會的政策以不傷害自然生態為大前提,避免有人將田雞、水魚或龜放生。 而有關政策並沒有更改賦予主管有斟酌權發出入口牌照。 主管相信牌照依然可以繼續發,不過餘烈部要求業內人士遵守規則,包括不可以讓那些動物活生生地離開商店, 而入口箱都要保存一張有拿貨零售店的清單,包括地址和聯絡資料。 雖然如此,李兆祥認為最重要是可以讓大家繼續申請牌照。 總之,准田雞入口,什麼都有商量,那些細節日日可以有修改。 入口箱都有責任要在送貨的時候監察市場,有沒有按照規例,清楚張貼告示。 提醒大家不能夠放生龜、水魚等在荒野的規定。 如果有違規情況,入口箱應當拒絕買貨。 李兆祥表示,入口箱現在已經可以申請牌照。 不過這些牌照並不是每年計算,而是以貨櫃計算。 在過渡期間,仍然有入口箱的牌照正在生效。 因此民眾仍然會有田雞等食用。 本台曾經嘗試聯絡John McCarmon,但未獲回覆。 聽到有轉機,有在華埠開店的人表示開心。 繼續有水魚烏龜賣,對我們繁榮,三萬市經濟,對各個就業覺得好很多。 二十六台記者梁偉珊報道。 記者 梁偉珊報道。 記者 梁偉珊報道。 感谢观看